今天我在ITV Media做一日店獎 在寵物展裏面 其實裏面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貓貓狗狗口罩 還有這個T賣的 這個T希望擊退疫情 還有幫助協會籌款 今天白雪雪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最近不太舒服 轉天氣皮膚有點敏感 其實我想下一轉寵物展應該可以帶出去 還有上兩個星期看了新聞 其實也有些心傷 有個主人揹著小袋子 放了小貓貓 被一隻狗狗咬到過身 其實我這次來到寵物展 就算我真的帶一隻貓貓 都會建議大家好好照顧自己的寵物 可能放不好一些 尤其是貓貓和狗狗 可能大家都會有 conflict 未必可以和平共處 但各位主人 狗主人貓主人都要很小心 我又不會帶貓貓到街上 但可能將軍澳住得近 他有些餐廳可以帶一隻貓貓去 我都會帶 但是防禦措施真的會做得很好 聽到很多身邊的朋友說 可能帶了一隻貓貓 看到個case就說 那隻貓貓可能在褲子鑽了出來 因為你知道貓貓有縮骨功 就不見了那隻貓了 又找不回 所以我平時如果帶一隻貓貓出街 都一定要有一條繩子 還有頸固方面 我是落足雙重雙倍的扣 就有兩條頸固 固實了 再拿一個繩子 再固住它 就會很安全 就不會隨意抱它出來 始終有個小箱放著它 透明箱 就不會說 可能有些狗狗 或者其他貓貓 走附近的時候 可能會襲擊到自己的貓貓 自己都會很小心 其實今晚已經提早 和家人吃這個母親節 和婆婆那邊 亦都會 未來正日和媽媽出去吃飯 一定的 我要行公事 這個是自己做女兒的責任 所以每年的母親節 我都一定會和媽媽度過 夏廚 以前小時候都有試過幾次 上一個母親節好像也有煮食給她 但今年也是 終於可以解放了 出去吃 當然是去到餐廳吃飯 還有自己其實 都想看媽媽有什麼喜歡 都說 你可以和你去買完 然後我給錢 哄她開心 謝謝 今天小小時間過來了 其實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這裡的寵物展 慈善而買很多 身後面 可能有些衣服 口罩這些 全部都是捐給一些有用的慈善機構 我覺得這件事 除了購物之外 亦都存在一個善心 另外有一件事 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 小動物 盡量 相信是要領養的 因為我們都是支持領養動物的 所以來到這裡很多 一些社會機構 亦都是幫助很多 領養的遺棄小動物 即流浪 小毛蟹 這些 大家都可以捐錢 好 其實我們 好像上次有個案 就是 在灣仔 那邊的寵物展 就有隻柴犬咬死了貓 我的心態就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是作為動物的主人 你很自貌 也有責任去教育牠 第一 第二 就是如果你覺得牠是 一個大型的寵物之外 牠是有些攻擊性的 如果預計都有攻擊性 我也希望牠們能夠 戴上一個口罩 在狗上 保護其他同行的小動物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我們想人狗共用 人粗共用 其實人粗共用 人粗共用 最重要的是 我們人類如何安排 小動物的行為 其實一定是錯在主人 並不在小動物 其實有 那時候就是養了一隻貓 我隻貓的故事也很有趣 那隻貓的故事 就是牠被我領養回來的時候 牠是天生體育多病 整身真菌 爛了 我要跟牠剃毛 擦藥膏 吃藥膏 去到最後我都養了貓的真菌 所以我覺得 照顧小動物一定要給最大的耐性 和最大的愛心 下星期開始 我們就會錄一首新歌 終於有一首快歌出現了 上次跟Cast Media的觀眾也有說過 我們將會做新歌 今個月終於做了 亦都準備起貨 大家多多支持這首新歌 叫羅拉 另外在ITV Media 我們有一個新節目 叫魚里感性 True or Dare 的愛情篇 上面有很多不同 非常強大的嘉賓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愛情的體驗 和一些大膽解放性的體驗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其實我最近都有想過這個問題 除了往年沒有親事 大家一定不用加那麼多東西 出去吃自助餐 夠開心 但是今年真的想留在家吃飯 可能是親手送禮物給媽媽 或者親手煮 如果我媽媽願意吃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媽媽 孝順也是帶給你們最大的幸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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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喵喵 喵喵 就是沒有飽了 沒有飽了 這隻中間的 現在最熱 簡單介紹我就是 我7次在酒店鮮裡吃 我跟那些人吃吃 我們一天晚上說 我們那個比例呢 每次給那些點吃 吃的時尖的英雄 好 他們在那邊的火鍋 從哪裡放得到 我問到火鍋了 因為我想 你們有個小碗打在那邊嗎 我拿一隻小碗和火鍋打 放在那邊可以 我問人風 我等一下給你們看 我問一下 說不定 就說不定 你快點 我去給你們看 不一定 好 möglich 求請 中文字幕 李宗盛